而亞洲職棒大賽週五就要開打了 上個週末舉庭的熱身賽 上演的是中華職棒兩支元老球隊的對決 相識大戰 這場比賽被視為是黃山軍轉賣前的告別戰 也吸引了將近兩萬名的球迷來進場支持 對 這場相對的告別戰 從比賽開打之前就充滿了濃濃的離別氣氛 包含了在兄弟待了15個年頭的首席教練林明憲 更不捨得留下了哪兒呢 昨天先拜託講過了 最後一場就跟上兄弟的球衣 品質我們的精神 繼續的在球場上奮鬥 一如往常 兄弟向球員專心聆聽教練的交代 比賽前做著再熟悉也不過的事 不過這一切都將成為所有人的回憶 11月9號的亞洲熱身賽 是兄弟相對的告別戰 儘管氣氛很不一樣 但是拉筋 跑步 每一個賽前的熱身項目 還是不可以馬虎 大家都知道 只要穿著黃山上場比賽 就是一種榮譽 穿著你球衣 你只要站上來 你只要知道是你的名字 看到你的背號就知道是你 所以我也覺得 穿著這球衣是非常驕傲的 從小我就看他們打棒球 然後也是因為看他們打棒球 所以才喜歡兄弟嘛 那就因為這樣子就 打 喜歡 喜歡棒球 這是一個打棒球的起點 好 彎彎 爪毫 對 去玩 攝影捷 對 被關 能在兄弟相的最後一場戰役 排進鮮罰陣容 肯定是白桿交集 不管是老鳥 還是心境球員 身上穿著這件黃衫 想到黃衫兄弟的時代 就要結束 心裡又是一陣即動 來 加油 白桿交集 對啊 他有時候想到就是 比較不捨 感性的Toyle 流下了不捨的眼淚 代表著他15年來 在兄弟的一切即將落幕 至於其他球員 則是努力收起激動的情緒 好好的為自己 也為滿場的球迷 打一場完美落地的比賽 聯合報信黃麗華 吳嘉佑桃園報導